韓國他拿來拿來當作這樣 刷拳 刷拳之後 趙燒槓喔 趙燒槓跟摸的 就這樣 就這張相片 趙燒槓的左手跟摸的 蠔友在邊上 蠔友站到旁邊 不知道像那個 服務生有沒有 站到旁邊 防護身黨部的位置 老伯爺都中軍 他對頭到尾 差不多一半的時間用台語講話 你是在爭小的 你說台語的位置聽到嗎 就是 完全搞不清楚那個場合 那個不是他的舒適圈 這就造成這一次的方牆走板 所以韓國瑜說 可憐 就是這種的 你起立就搞清楚狀況 所以我看金小刀好像也沒有什麼多厲害 等到韓國瑜講完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站起來 再去跟韓國瑜握個手 你要聰明一點的做法 不是通過把人家椅子移過來嗎 不能動 不能動 我只能講 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抓戰犯找誰 金老師沒交好 侯友宜跟韓國瑜他們之間的關係 套一句藍色蜘蛛網 玫瑰童寧眼說 這是命運無情的作弄 或是貪婪的慾望作祟 還是是非善惡的因果循環 這件事情不就四年前發生了嗎 結果侯友宜 包括金小刀幫他選了一個 侯友宜最不適當的場合 叫做防護心 侯友宜最不溫暖的舒適圈 防護心 我們跟統帝說 叫他十一點 十一點半開始 這個人說他十一點四十五要搞 侯友宜真的十一點四十五要搞 對車道直接電腿上去 好 去那坐多久你知道嗎 坐一點鐘 韓國瑜到來 韓國瑜本來說十二點半要來 帶到十二點四十七分到來 好 起立的時候 侯友宜起立的時候 走一走一走 坐一坐一坐 他很可能 你知道嗎 他坐多久的時候 都沒有人跟他打結好 他也沒有跟他打結好 因為坐多久他都沒有 到時候是主理論來 跟他介紹說 這是什麼將軍 這是十科興的 這以前我做過主委 這以前我做過三一位 介紹之後他就這樣 之後就繼續坐多久 坐到沒有了 韓國的還沒來 要怎麼 玩手機 你有看中東好選人 坐多久在玩手機 玩手機還說電話 旁邊看你嘴人不是要拉選票嗎 不是阿蝦子一下嗎 不然他就杯子拿起來 大家撐嘛 他也沒有 他就坐到那裡 到韓國瑜 韓國瑜一流起來的時候 一大堆人 發韓國瑜選總統 韓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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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發發到韓國瑜坐下來 韓國瑜坐下來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他左邊坐趙少康 右邊坐趙少康 左邊坐侯友宜 他坐下來 韓國瑜坐下來 第一個動作 這樣刷過來 刷過來之後 趙少康 趙少康跟他摸的 就這樣 就這張相片 趙少康的左手跟他摸的 阿蝦友宜在哪裡 蝦友宜站在旁邊 不知道 像那個學務生有沒有 站在旁邊 然後這樣就開始說 說完之後 當然這個蝦友宜 這個蝦友宜 當然也希望 叫韓國瑜說事情 每次如果蝦友宜叫韓國瑜一說之後 韓國瑜第一個動作 就去趙少康說悄悄話 完全無事於他 結果現在韓國瑜去演講 這個蝦友宜就把這個椅子拉回來 像小朋友你知道嗎 坐過來一點 那你為什麼要動我的椅子 你坐過來一點 是你弄的 不是我弄的 都磨來磨去 韓國瑜演講的時候 眼光的 那個瑜伽瞄到說 你怎麼動我的椅子 所以一樓去之後 再把他拉回來 說我要跟趙少康坐在一起 這很幼稚 韓國瑜從頭到尾沒有說到蝦友宜 照著你來說這個政治庭 雖然也是這裡的政治庭 要站起來就說 還有我們未來總統 未來中華民國的總統 蝦友宜是不是會這樣說 我們的總教練 總理隊總教練 我們球團老闆朱立倫 我們中華民國未來的總統 這個蝦友宜一定會這樣說 沒有 他都沒有說 這就是是非善惡的因果循環 就是這樣 現在這樣之後 說說說演講演講演講之後 沒多久 蝦友宜就要走 蝦友宜因為他11點多就來了 他坐到點半就要走 今天這場蝦友宜蓋著敬酒的時候 都坐到人家後面 他也不會熱鬧 我看了一個畫面很出味 蝦友宜叫韓國瑜 叫那杯子拿起來 要跟駕鯉眼敬酒 駕鯉眼是黃沐昇的主委 你叫駕鯉眼做什麼工作你知道嗎 駕鯉眼手 杯 杯的蝦友宜說 你等一下 我是叫韓國瑜喝 我們那一島民 叫那杯子拿起來 要敬同一個人 雖然我們沒有大家叫回來 也不會說 我先等一下 是那個駕鯉眼跟蝦友說 你等一下 現在有韓國瑜 長又有序 先又有別 所以你去母親電話 好 現在蝦友一趟 蝦友一趟 整個電話 好 整個都落起來 台北都拿起來了 高涼的 透明的 傢伙水的 公杯什麼都拿起來了 開始亂成一團 好 台北都跑去把蝦友 叫韓國瑜避充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貴靈蘭當中的主持人說 大家要先坐好 坐好 現在這個 等等 這個要跟照相的等一下 那個什麼 黃埔軍校的那個又很好笑 陸軍官校的那個 他都去拿手麥克風 手麥克風拿一個什麼黃埔軍校的紀念金幣 紀念金幣拿起來了 他說 我們今天帶來這個黃埔軍校的紀念金幣 有一個金幣 有一個銀幣 但是我們今天只送給一個人 喔 台北都說應該是蝦友一吧 他說我們要送給韓國瑜韓市長 我們只準備一份其他的來賓 如果要7月7號我們有活動 你們來 我幫你們準備 蝦友一 不知道坐在那邊 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這場活動是蝦友一趨腳的嗎 這沒有安排好嗎 這都差別的 你說是蝦友一知道韓國瑜要去 跑去的 還是韓國瑜知道蝦友一要去 跑去的 這都完全不一樣 當然對蝦友一都中搖車嘛 可以中搖車 照著你來說 應該是蝦友一如果新高 他就新鞅港了嘛 鞅港還要走後邊來拖 重點是蝦友一趟沒拖 蝦友一趟沒拖 蝦友的公共犧牲就只有這個 可是他後面沒拖 為什麼他要先離開 你看所有的大咖都還在這邊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怎麼會先走呢 主持人 你去那裡整桌都不知道 整桌都在停韓國瑜的 你怎麼桌掉 桌不掉 你要算啊 你腰桿要過低啊 主動去禁酒啊 所以現在他桌到那裡 他桌到很艱苦嘛 他說韓國瑜身心俱疲 需要深自檢討 我是聽到這樣啦 當時國民黨說這句是在 韓國瑜道歉 我是聽到沒什麼 你說什麼 上次選舉 韓國瑜選到身心俱疲 我們都要深自檢討 你是在叫韓國瑜檢討 還是叫孫民檢討 你都沒有道歉啊 你如果說 啊 當時是我怎麼樣 所以這段的選舉 韓國瑜沒有選到 是我的不對 我跟大家會先 這樣就解決了 好 重點 還有一個 韓國瑜黨部的位置 老伯爺都將軍嘛 他對頭到最後一半的時間 用台語來講話 你是在爭小的 你說台語的位置比較疲倦嗎 這是完全搞不清楚 那個場合 那個不是他的舒適圈啦 所以他去那裡講的時候 把別的場合要演講的內容 也拿來講 所以就造成這一次的方向走板 還要去用架片了 其實是很可憐的 韓國瑜說可憐啦 就是這種的啊 你去你搞清楚狀況 韓國要說什麼 你也先討聽一下 要說什麼 大家配合一下 前後順序 說一下 所以我看金小刀 好像也沒有什麼多厲害 那侯友宜呢 因為郭台銘的道歉 你就很直接 你看了就懂嘛 侯友宜的道歉像什麼 他到底有沒有道歉 說實在到現在還可以 還可以 不是我們在講 就我們講不算 你看藍軍的支持者 在他們自己的臉書 或者是在網路上面 他們怎麼去看侯友宜 直接用這樣子來講 為什麼說他真的叫因果報應 不是講 他不是講說 這個 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像上次的這個戰役中 讓韓國瑜身心俱疲嘛 你沒事講身心俱疲幹嘛 身心俱疲是道歉嗎 不是啊 韓國瑜上次選到的身心俱疲是誰造成的 兩個人嘛 一個叫郭台銘嘛 一個就是侯友宜嘛 記不記得網路上 現在還在播一個甩手的 甩手的 甩手的 宏友宜那個不經意的那個甩手動作 在倒數計時 在2020那次倒數計時的時候 對韓國瑜來講 不是雪上加霜嗎 對 他的身心俱疲是誰造成的 那你今天再講身心俱疲 你有道歉嗎 身心俱疲完了之後 他會接受訪問 他說 很多朋友都對他感到焦慮 這些都是愛跟鼓勵 為什麼你要讓這些支持你的人 或者支持國民黨人的焦慮 然後隔天 這句話我更聽不懂 他講說 韓國瑜四年前的選舉很辛苦 他不敢成功失敗 每一個人都要先問自己 你是要韓國瑜問自己 他又把責任偷回去給韓國瑜是不是 我完全聽不懂 侯友宜在幹嘛 今天是你需要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需要你 你要第一次 第一次合體已經很不容易了 信榮介在後面出了多少例 就幫你溝通 你第一次合體就要讓人家講出來說 支持侯友宜嘛 當年 李乾隆求了你多少次 你看李乾隆這次是 自己掏錢出力 沒有 花你侯友宜的錢 在幫你侯友宜 但是 你自己也要想 你四年前為什麼這樣子 你在甩手 那個甩手你要怎麼化解 但你要道歉 道歉就是要讓大家看得懂 但是 你看懂了嗎 沒有啊 感覺起來道歉兩個字 我對不起韓國瑜 這幾個字都不夠 黃沐昕 黃沐昕的這場餐會 黃沐昕本來就跟黃沐昕沒什麼關係 對 有關係的當然是侯友宜 對 當然是韓國瑜 對 好不容易 不管是朱立倫 不管是謝榮介 不管是後面多少人 終於讓韓國瑜願意在這一場跟你同框嘛 你就好好表現 你就像演戲 你都要演給大家看 結果演的結果 我再講一次 我陳東郎在批評侯友宜不算數 當國民黨的支持者 藍軍的支持者在批評侯友宜的時候 那才嚴重 就表示你預期到的效果沒有 道歉就要乾脆 那他們這個韓國瑜跟侯友宜同框 還有機會有下一次嗎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韓國瑜也沒有買單 不能講韓國瑜沒有買單 韓國瑜至少面子做給謝榮介了 他至少願意同框嘛 就賣個面子了啦 他已經賣了面子了嘛 那你沒有表現好你哪有下一次 那侯友宜好好把握機會嗎 沒有 這個金福聰 金老師 我相信這兩天一定在檢討 又要檢討 你非檢討不可 你非檢討不可 因為好不容易 同框 然後你呢 侯友宜自己有些很奇怪的小動作 你去拉那個椅子幹嘛 對啊 你哪有沒看到前面都是攝影機嗎 你去拉那個動作 你不自覺的拉那個動作幹嘛 到拍攝 這馬上大家就會 這馬上大家就會 就會 韓國瑜講完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站起來 再去跟韓國瑜握個手 哦 就 你要聰明一點的做法 不是通過把人家椅子移過來嘛 都不能動 我只能講 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抓戰犯找誰 金老師沒交好 金老師最近才加入 你不要怪他 沒辦法啊 因為你每一個動作下去 都被人家外面放大 我那麼講 這個放大是藍軍自己本身在放大 這個是最傷的 這都是內傷 好不容易 現容界瞧到這個機會了 你沒有把握好 你要怪誰 然後呢 你誰不檢討 你去講說每一個人 你去講韓國瑜幹嘛 這個 總部一定沒把你交好啊 那你產品本身出問題要怎麼救 所以我都 我真的不曉得 侯友宜後面還要出什麼狀況